小男童手提包包 从家里开的槟榔摊 跑出去找隔壁邻居玩 才刚走上人行道 一台机车突然冲出来 把男童撞飞 家长一听到碰撞声 赶紧冲出来看 只问我说就是 怎么顾小孩的 为什么没有把小孩顾好 意思说就是 害他去撞到 马上冲出来 小孩应该一次有惊笑 马上就送医院 医生说被撞的三岁男童 门牙下半部受损 乳牙无法密合 对比原本照片 整齐的牙齿被撞乱 让爸妈看了好心疼 觉得说就是为什么 就是连一个诚恳的道姓 还是说关心都没有 小男童被撞飞 就发生在台中 60岁张姓骑士 骑车在人行道上 不慎撞上三岁男童 实际重围现场 确实有不少骑士违规 一个停放区 停放了不少机车 而这边的人行道 因为非常的长 许多骑士懒得用牵的 直接用骑的 影响到行人用路的安全 重型机车 唯一规定行驶在道路上 居然在那个人行道 红砖道上行驶 那小朋友当然在人行道 行走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到 并不能注意 人行道上有机车行驶 因为这个是违规的 警方说酒色后 驾驶没有酒驾行为 但骑在人行道上 就已经违规 没想到还不慎撞上男童 若让孩子有生命危险 要做家长的 怎么能接受 记者陈广瑞 许有想 SNG小组台中常报导 事顶 小组台下 海报导 毁队 毁队